首先要接受快问快答的是 来小白 在这边吧 首先我们要接受快问快答的是大轩 好 我们再稍微往中间一点点 好 首先我们看第一题 请问 王者出击中哪支明星战队是当之无愧的弱鸡队 我觉得是甲铃战队 好 我毛弱病残 胖 好 我看第二题 这个别播是蛇 甲铃姐是不是大忽悠 不仅是大忽悠 是一个大胖忽悠 好 我看第三题 芝铃姐姐说 下一场让你打 一打五就问你害不害怕 不害怕 芝铃姐姐直打打脑 来 如果甲铃 哈喽 大家好 占用大家几秒钟 我是瘦身营养师伊 我已经帮助上千位网友 通过不节食 不运动 健康有效的方法 减肥成功 这个是我好朋友周欣 生完孩子体重达到了136斤 通过我们提供的健康减肥方法 在不节食 不运动的情况下 两个月瘦了29斤 这个是佳佳 现在已经瘦了24斤 还有陈先生也已经成功减肥 一个月瘦了19斤 如果您想减肥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请加我微信 AC119876 再重备一遍哦 微信 AC119876 现在评价一为好友 还有机会获得 一一为您男生定制的 减肥计划一套哦 来 如果贾铃让你一打五呢 让她 choose 来 第四题 如果让你在 Angela Baby 林志玲 贾铃 西梦瑶之中 选择一人组成高颜值CP的话 你选谁 我选贾铃 选贾铃 第四玩贾铃 然后就要跟她 贾铃负责CP 我负责高颜值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来 我请小白进入到我们的 快问快答环节 首先第一题 请问你和魏大勋谁最坑 他最坑 我是坑 他是大坑 来 我不同意啊 你跟他 你跟他呆聊天就知道 你都不坑了 随你一直长时间跟他呆忙 没 就是我们当时录节目的时候就长期在一起待着 好 来 看第二题 请问 抱陈鹅大腿时你的感受是 哥 这边那个说 抱大腿你抱大腿的感受呢 等一下马上就结果了 这是真粗 特别熊壮 你应该说 诚 承贺贺哥 小白说你粗 小白说你粗 干嘛 告告 来 我们第三题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的话 你最想抱baby的大腿还是志玲姐姐的大腿 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 我看你 你的问题 抱baby的 当然想抱我的大腿 抱baby的 因为这样我抱谁谁同归于尽 所以我当然要保护志玲妹妹 所以我就只能抱baby了 不好意思小白哥 好 问我们的第四题 你想去baby的队吗 不想去 因为要不然我去baby队就跟大腿不能一会儿了 就最后这个问题 回答的还稍微有那么一点人性的 来 两位 我们再一次回到舞台中间 请为粉丝朋友们 刚才他们的回答你们满意吗 满意 来 想听过什么样的答案 我们稍微往中间一点点 好吧 好 来 那《亡者初期》呢 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第四期的节目的播放了 到时候呢 大轩和小白的战队将会对阵甲铃的战队 如果你想看到第四期的好玩的挑战的话 请大家在中午的时候锁定腾讯视频 当然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 就让大家来抢先体验一下 《亡者初期》